各位投資朋友你知道嗎 這禮拜所有的標股裡面 竟然有高達三分之二 全部都符合這三項條件 所以只要掌握這三項條件 下禮拜的標股 你就能夠輕鬆選 我帥氣是因為我幫你賺到漲停 我是股市貴公子 鍾坤真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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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好 我是范廳師鍾坤真 今天是6月28號星期五 台股上漲了126點 成交量縮到4300多億 那你知道今天漲停加速有幾間? 39加 是不是? 這禮拜三漲停加速高達55加 昨天的漲停加速高達超過40加 今天漲停加速還是有39加 所以這不就完全符合 我們在上禮拜所講的嗎? 台股進入震盪格局 台股進入區間震盪 這才是真正中小型股的天堂 是不是? 有感受到了吧 上禮拜五的標題我還特別下馬 全值股千萬不要去低階 不是不會漲 而是他的CP值太低了 你如果在這禮拜買全值股 會漲喔 但是他的幅度絕對遠遠不及中小型股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所以其實說我們的邏輯還是一樣啦 指數預計會持續震盪 那在震盪的期間就只有這三大類股會漲 第一叫做題材股 第二叫做防禦股 第三等一下我們慢慢來告訴大家 好先看一下今天的指數 請你去看 以今天的加權指數來講 最高是來到了23142 收盤是來到了23032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說 只要掌握整個國際股市 你再回過頭來看台股 太簡單了 簡單到什麼程度 簡單到我能夠在盤潛告訴你說 今天台股的壓力在哪裡 全台灣唯一早上8點30分 開盤前半小時在中式直播解盤 就是我本人 來你看今天早上是不是 6月29號大盤當日的關鍵價 8點49分58秒 今天早上就今天早上而已有沒有 領帶一模一樣 髮型也一模一樣 當時我就講了嘛 我還教大家怎麼去做喔 如果今天台股有佔上 23050點以上 可以去做個短空 如果有碰到22720以下 可以去做個短多 那今天什麼點會來了 23050 之上去做個短空 一直到收盤 大賺 小賺 沒有到大賺 但是又是一次賺錢的 是不是 神不神奇 所以盤前跟你公開預告 你看喔 今天大盤怎麼走 這是加權指數 來我直接給大家看加權指數的5分鐘K 來以5分鐘K來講 長這樣子吧 5分鐘K 那5分K的23050 23050在這裡 有沒有 只要在23050之上 你去做個短空 一直到收盤 全部都是賺錢 因為收盤最低是來到23032 賺不多 但是至少都是賺錢的 我們連續3天盤前預告 通通都精準 是不是 所以 畫面給我 我就跟大家說 不要忘記我是期貨起家的 期貨起家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看大盤的精準度非常之高 因為期貨本來就是看大盤的 是不是 高到什麼程度 高到我能夠在開盤前半小時 跟你預告今天的點位在哪裡 而且幾乎都命中 是吧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 大盤有了 大方向知道了 回到個股來看 太簡單了 那這是今天的台股 我們看整個大方向 其實大方向就像我講的 我一定跟大家說 台股在短期之內 預計會進入 會進入一個震盪整理區間 好那我跟大家說 就算我要把台股定調成震盪整理 也要有震盪整理的理由 是不是 這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你要看多也好 看空也好 震盪也好 不管你要怎麼看 一定要有具體的理由 就算是震盪盤整 你也要有震盪盤整的理由 那我就說 為什麼台股的上檔空間有限 因為台積電 聯發科 鴻海 廣達 差不多已經充分反應 2025年的獲利狀況 已經往後提前一年去做反應 所以短期之內繼續在創高的機率偏低 所以上檔空間有限 因為全子股不會創高 大盤就很難去攻高 這是第一個理由 那第二個理由 為什麼說台股下跌空間很有限 不用去其人優天 因為當國際股是沒有跌 你覺得台股它會自己下跌嗎 來我帶大家來看 上檔空間有限大家都懂嗎 那下跌空間有限 你看這張表就知道 我就跟大家說 台股它沒有自己的影響力 所以你只要看懂國際股市 歐美股市 整個國際商品 你就會知道台股未來的走勢 我就說 現在台股最大最大風險在於歐股 在於歐洲股市 法國股市這邊 好那你看 就以整個美股市大指數來講 美股市大指數 道琼有沒有 相對強勢 沒錯嘛 NASDAQ 持續在創高 S&P500 昨天也差一點創高 廢半相對是比較疲弱 但是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美股市大指數從有歷史以來 從來沒有脫勾過 脫勾過 它可能會有時間差 但是不可能會脫勾 所以代表說 現在的道琼轉強了 S&P轉強了 NASDAQ也轉強了 廢半早晚都會跟 當廢半跟上去之後 你覺得台股不會漲嗎 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道琼還沒漲完 為什麼 就像我說的啊 來你看 法國股市嘛 道琼之前的下跌 是因為被法國股市拖累 那法國股市什麼時候會轉強 6月30跟7月7號過後 我跟你講法國股市會轉強 邏輯很簡單 法國股市為什麼會跌 因為它的內政問題 它內政的問題 那它這個國會要改選 就是6月30跟7月7號 那只要6月30跟7月7號過後 這個選舉結果出爐了 不論說極左派當選 極右派當選 不會有任何政黨 希望自己國家股市會跌 所以基本上這個不確定因素解除之後 預計法國股市會大漲 那預計法國股市大漲 會帶動誰 法國股市是以內需為主 法國股市大漲就會帶動道琼指數 道琼指數大漲就會再帶動其他三大科技指數 包含費半指數 當費半指數大漲 你覺得台股會跌嗎 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不用去起人憂天 歐洲 美國股市走得好好的 你自己在擔心台股會下跌 這有合理嗎 你有聽過說台股在大跌 結果拖累了美國股市跟歐洲股市 不可能吧 一定都是美國股市在跌 歐洲股市在跌 所以拖累了台股 所以我就說你要看台股的未來 先去看歐美股市吧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不用擔心 就以大方向來講 我先給大家一個大方向的邏輯 它整體的規劃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到6月30跟7月7號前 震盪機率都會比較高 可能說正式結束這個區間震盪 會到7月7號過後 我覺得機率是比較高 那在7月7號以前 就是中小新股百花齊放 那如果說真的要向上去做表態 可能7月7號等整個法國股市定局結束 才比較有機會大漲 以指數來講 就是這樣 那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當大盤震盪 這才是最好賺的時間 我還希望整個第三季大盤都震盪了 整個第三季都大盤震盪 大盤都在震盪 我跟你講中小型股真的賺不完 來我跟大家說 當大盤震盪會漲哪些 不要不相信 你可以自己去驗證 把這禮拜的強勢股全部拉出來 看有哪一檔不符合 真的你去看有哪一檔不符合 這禮拜每一檔的強勢股 至少超過三分之二 全部都符合這三大標準裡面的其中一項 提財股防禦股跟低預估本益比的股票 真的就是這樣 今天的機器人 他叫什麼 他叫做提財股 近期很強勢的生技類股叫什麼 叫防禦股 今天開始在大漲的 包含像是穩茂 洪杰克跟全新 叫什麼 叫做低預估本益比的股票 哪一檔沒有符合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當大盤的大方向有了 大邏輯有了 怎麼做都不可能太差 怎麼賺都不可能太差 來我們繼續來看 那就像我講的吧 你要去找低預估本益比 很簡單 只要股價低於價值 勝率就是接近百分之百 低於價值的幅度越大 距離百分之百的距離就越近 那怎麼去看股價有沒有低於價值 法人 外資投信 自營商大戶 中石戶主力 全部在用的評價方式 預估本益比等於股價除以未來預估獲利 注意了 是未來一年的預估獲利 不是大家在什麼山竹 或是說一些看盤軟體 所看到的那種獲利 那個獲利叫做歷史的獲利 是未來一年的預估獲利 那你就可以算出說 它的預估本益比是多少 只要預估本益比低於大盤 或是說低於這個同業 它就叫做低位階 所以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大型全值股簡單看過 因為每一檔都符合我們講的 有什麼好看的 你去看上禮拜五的節目 我已經把這禮拜全值股會怎麼走 通通都講過了 真的不誇張喔 你去看我上禮拜五 跟這禮拜一的YouTube節目 我已經把這整個禮拜全值股它會怎麼走 應該要怎麼做怎麼買 通通都講完了 來快速看過 2330的台積電 有沒有台積電就像我講的嘛 台積電因為在2025年預估獲利是48到50 我們就抓50塊 那以50塊來講 台積電給它一個最安全的本益比20倍就好 那20倍的本益比乘上50元的EPS就是1000 所以代表說台積電如果說反映到2025年的獲利 它的價格就會拉到大約是接近1000元 那近期已經來到了984代表什麼 代表台積電已經充分反映了 沒有到充分 就是已經反映了多數2025年的獲利狀況 那當反映了2025年的獲利狀況 就像我講的 它要短期內要再繼續向上攻 難度就高 因為都已經反映到一年後的獲利了 還想怎麼樣 是不是 所以它向上空間就會比較大 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在上禮拜就定調了嘛 台積電震盪 本週有沒有震盪 真的震盪 那你說真的空手投資人想買的話 900元以下才是一個最漂亮的買點 為什麼是900 大家可以去看這禮拜一的節目 我就不再贅述了 那有沒有 當時 這就是我對全資股的掌握度 所以這是真正法人的看法 4月份 我跟你講4月份 我講全世界沒人相信 4月份 當時台積電在757塊錢 我告訴你說800便宜上看1000 瘋了嗎 是不是 結果今天我們就算今天就好 最高到971 你怎麼買都是賺啊 你說怎麼有辦法在700多塊錢 跟你說上看賺1000 還這樣寫給你看 還特別說幾點閉著眼睛買 這就是個股的價值 來繼續看 鴻海 鴻海其實就像我講的吧 因為如果說四大全資股來講 鴻海今天是最高是來到216 有沒有 我這禮拜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後面給我 如果說你真的非得要買全資股 不是全資股你就不買 如果你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就去買鴻海吧 你真的一定要買全資股 你就去買鴻海 鴻海這禮拜有沒有漲 漲到今天還在漲 216塊錢 因為說這邏輯很簡單 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廣達跟聯發科 它都已經有反應過2025年的獲利狀況 只剩下鴻海 連2024都還沒反應到 所以就以這個邏輯來看 鴻海目前的位階 本益比位階是最低的 它向上空間自然會比較大 是不是 所以你看這禮拜 最強一檔的全資股是誰 就是鴻海 今天216還在漲 昨天漲2%今天還是漲 因為就像我講的 鴻海一樣給個最安全的本益比 20倍就好 2024預估要賺11.5到12 12塊乘上20倍的本益比 是多少 240元 鴻海這一波最高就到217.5而已 你覺得它有反應 充分反應今年的獲利了嗎 完全沒有 所以我才說 鴻海我持續看好 看好到240 那只是說 從210 就是說從210多塊錢到240 這個空間也不大 那同樣的資金我倒不如去買中小型股 那你真的想買全資股你就買鴻海 是不是 真的是這樣 216 所以鴻海一樣是持續看好到240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驗證 來自己看 鴻海 3月份我就講了 111元 這次會來真的 因為它的本益比真的太低了 透過AI的切入 搭上AI的色彩 平價提高 股價自然會漲 3月份 一路漲到170多塊錢到5月份 從100 漲到170 我還是告訴大家上看二字頭 當時你會怎麼想 瘋了嗎 鴻海漲70% 你跟我說還會再漲 今天到了216 這就是掌握度 再來看聯發科 聯發科也是一樣 今天是來到了1400 那就像我講的 聯發科在2025年預估賺70塊 一樣給個最安全的本益比20倍就好 20倍本益比乘上70塊的EPS 就是1400元 所以聯發科反應到2025年的獲利的話 它的價 股價就會大約落在1400元左右 所以當聯發科在1400元以上 我就會把它定義成 它的風險已經到遠它的利潤 我就講了 1400以上我就不會再去買了 是不是 今天最高也就到了1405 過1400就開始在震盪了 為什麼 因為它反應到了2025年的獲利了嗎 難道你會覺得一間公司 反應到2026、2027的獲利 這是合理的嗎 不合理嗎 這過熱嗎 所以我就說 以聯發科來講 你真的要入手 1300元以下才是最好的買點 來繼續看 所以當時我也講了 4月份 1000元以下 這才是最便宜的買點 廣達 今天最高31400 來你去看 我抓全值股的點位到底有多精準 廣達我在這禮拜一就講了 廣達如果說以2024的價值來講 一樣給個20倍本益比就好 廣達在2024的價值叫做280 2025年目前的訂單上看賺16塊 所以代表說廣達在2025的價值大約就是320元 但是因為說廣達 因為說2024年是過了一半 那股價會往後一年去做反應 所以我們要去抓2024的下半年 加上2025的上半年 那我們剛好就把它價值切一半 取中間值280跟320 中間值不就300塊 禮拜一就特別告訴大家 在這禮拜你要300元以下去買 哪一天沒有賺 今天最高214 今天最高314 收盤312 只要你的300元以下去買進 輕鬆賺 真的是輕鬆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有辦法 在開盤前半小時 跟你預告今天台股的點位在哪裡 因為我了解全值股 掌握全值股你不就等於掌握大盤嗎 就一樣的邏輯 因為大盤其實說大盤要漲到哪裡 就看四檔就好 台積電 聯發科 鴻海跟廣達 那當你掌握台積電 聯發科 廣達跟鴻海 這四檔的股價 你不就等於掌握大盤的點位了嗎 所以我們抓的點位才這麼精準 今天再度命中 昨天差15點 前一天完全命中 是不是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在這個時間點就是說 全值股預計還是震盪 那一些中小型股 只要符合這三大條件 第一題材股 第二防禦股 第三第一預估本益比的股票 我跟你講一定會漲 這三大類股在大盤震盪 真的會特別的強勢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 因為我知道現在網路上很多人在討論說 台股是不是本益比過高了 股價淨值比過高了 籌碼不穩定 散戶太多了 融資太高了 等等的 雜七雜八的利空都有 是不是 但是就像我講的 這一次AI所帶來的變化 不是工業革命 它叫做金融革命 金融革命 什麼叫做金融革命 就像我講的 當一個新的產品 新的技術問世出現 它會改變投資人的預期心理 就像當時的iPhone 當時的iPhone一推出來 一堆股票那個本益比噴到幾百倍 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想像空間大了 大家沒有看過iPhone 這個iPhone 它可以對這些公司 帶來非常龐大的獲利 那只要投資人的想像空間一放大 會發生什麼事 個股的預估獲利跟預估的本益比 就會在網上拉高 是不是 這就叫做金融革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鴻海會漲 有吧 鴻海這幾年的獲利都差不多 10塊11塊10塊11塊 差沒多少 憑什麼今年再漲 為什麼不是去年漲 為什麼不是前年漲 獲利不是差不多 去年也在打電動巴士啊 打得也不錯啊 為什麼去年不漲 評價的問題嘛 就同樣的獲利 但是它搭上了AI 好 AI想像空間太大了 產生了金融革命 產生了金融革命 整個評價往上提高 獲利不變的情況之下 股價自然就噴上天了 不然為什麼鴻海會漲 是不是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不用其人憂天啊 我們就是 專注在一些低位階的股票 盡量去賺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其實說 只要看懂全資股 回到中小型股來看 真的太簡單了 今天的穩帽就是啊 31.5的穩帽 今天穩帽 爛了這麼久 怎麼突然就這樣攻上來了 突發的這樣攻上來 突然就這樣噴了一根漲停板 措手不及 怎麼會措手不及 你了解產業穩帽 連穩帽這種走勢 你都能夠提前佈局 是不是 6月25號就這禮拜而已啊 誰沒事會跟你講爛到爆的穩帽啊 跌到谷底中的谷底 為什麼我突然講穩帽 今天就噴漲停板 這真的不誇張喔 今天一堆人說 穩帽怎麼突然這樣大漲了 有什麼大利多嗎 沒有什麼大利多 就是因為他在產業谷底 是不是 真的不誇張 穩帽 每天盤前直播 在這禮拜的1到5 我幾乎天天早上我都講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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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族群因為說他的位階相當低 穩帽紅捷克全新通通去做留意 尤其是穩帽 位階低到不行 今天噴了一根漲停板 175 是不是 你看喔 我給大家看穩帽的走勢圖 3一定5的穩帽 有沒有 這一段 疲路了很久 你自己去算 穩帽這一檔股票 多久沒有出現漲停板 為什麼我一講他就漲停板 漲停就算了還跳空 有沒有 直接這樣往上跳空 甚至包含像2455的全新 今天走勢也不錯 半根漲停 這個 洪捷克 洪捷克也是 有沒有 洪捷克今天也是漲了半根漲停板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只要說了解產業 我們就能夠輕鬆佈局到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說其實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你說 穩帽跟整個PA族群 他符合這三項條件嗎 當然符合啊 穩帽他是產業的谷底 因為PA功率放大器這個東西 他的應用層面是落在手機 筆電 消費 手機筆電 跟這個 MP跟PC 好 那代表說 PA功率放大器他主要的應用都在消費性電子 那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消費性電子的庫存 消化股理是在第二季 他從下半年才會開始向上復甦 所以很多人問說 這些消費性電子怎麼上半年都不漲 因為上半年還是消化庫存 下半年的需求才會起來 漲勢當然是在下半年 所以我就說 當消費性電子的需求 庫存消化完畢 被動元件 PA功率放大器 甚至包含像細晶圓 通通都會漲上來 因為他全部都跟消費性電子有關 這就是產業 是不是 說穩帽這種走勢怎麼可能提前布局 我真的就是提前預告 是吧 這裡 詹音又利用了穩帽 今天亮燈漲停 好 那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以穩帽的獲利來講 其實175塊的股價是太貴了 但是因為說 他這種股票就是買谷底 因為他在谷底已經太久了 所以基本上買谷底不會到太差 當時就預告 3105的文貌 包含像是2368的金像店 是不是 我就說 只要去買產業谷底 只要去買預估本一筆夠低的股票 不可能不會漲 2368的金像店 金像店不用我講了吧 最常被酸的股票 老師你的金像店怎麼不動 200元以上不動就是不動 怎麼這麼爛 今天不是到了207 是不是 其實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為什麼有一些股票 他可能說在足底在緩跌 我都能夠非常有信心的告訴大家 這裡不用擔心 不用去做什麼停損 有錢加碼沒錢續報 原因很簡單 因為現在是多頭 因為我知道個股的價值 那在一段多頭行情裡面 只要知道個股的價值 他早晚一定會去做反應 就像我講的嘛 金像店以目前的在手訂單來看 2025年預估要賺17到18 17到18塊 200塊錢以下 他的預估本益比只有13倍不到 我跟你講 如果連13倍的預估本益比都不到 股價都不會漲 這個大盤差不多也就完了 真的就是這樣 除非這個預估數字有誤差 如果這個預估數字是夠精準的 他一定早晚都是要反應 今天207 誰沒有賺到錢 只要你在200塊錢 我就會講嘛 200元以下有錢加碼沒錢續報 207誰沒有賺到錢 是不是 還收得這麼漂亮 開屏走高收最高大漲7% 當時我還特別講嘛 有沒有 我還特別拿出來幫大家解析 因為太多人在 老師金像店怎麼不會動 這種股票 我就說 他的位階真的很低 有沒有當時的字幕嘛 是不是 你覺得他不會漲嗎 真的漲起來了 所以其實我一直告訴大家說就是 股票邏輯就是這樣 當大盤在震盪 你就要去想 資金會去哪裡 就是你要用這個法人的角度去看 當大盤震盪 全值股就已經沒有空間了 全值股不是說不會漲 是說短線上他會震盪 好那當全值股震盪 投信法人還是要買股票會買哪些 提財股 防禦股 低預估本益比的股票 你說為什麼是這三類股票 很簡單 當大盤在漲 全值股就會壓抑到這些提財股的資金 當大盤在漲 全值股因為說他的股本大 他的資金的 資金的需求量比較高 他一定也會壓抑到這些防禦性質的股票 生技類股 是不是 所以當大盤震盪 全值股資金釋放出來 這種提財股 這種防禦股 甚至這種低位階的 相對就會強 因為當大盤震盪 可能說大家比較擔心 那大家比較擔心 低位階的優勢就出來了 低預估本益比的優勢就出來了 因為大盤在跌 他的預估本益比本身就低了 完全不受影響 是不是 所以 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 當全值股震盪 這才是中小型股的天堂 現在我就帶你來買 屬於第三季 真正的黑馬股 真正的便宜好股票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視訊我們的 LINE 小老鼠 WE178 休息一下 在我的LINE的主頁 主頁發布下禮拜的冠軍標股 這禮拜的冠軍標股 我覺得表現還不錯 有沒有 新漢金羽 今天終於都漲上來了 其實我這麼說 我在上禮拜 本來就已經預期到 這禮拜的機器人會漲 只是我沒有想到 他跟我拖到禮拜五才漲 但至少有漲 這禮拜的獲利也都不錯 是不是 不然我不會連新漢跟金羽 全部一起選進去 因為我在上禮拜 我就預期到大盤震盪 題材股會開始漲 是不是 就是說這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邏輯 你不是要去追盤面強勢股 而是你要看盤面強勢股 去買未來的強勢股 這個節奏要對 既然我上禮拜知道全市股震盪 這禮拜不就提前先布局中小新股 所以你看 新漢金羽 見頂、錢頂、國塑 走勢都還算不錯 8234的新漢 有沒有 今天漲起來了 本來就是預期到 這禮拜機器人會漲 結果突到禮拜五 但是也不錯 都有漲起來 還有像是4503的金羽 有沒有 今天一度也是漲了半根漲停 那我就說 以機器人這個題材來講 金羽、化漢 全部都是持續看好 有沒有 昨天創個短高 今天小不度拉回 持續看好 因為我覺得說 他目前的位階也都很便宜 我可能說營收貢獻速度比較慢 但是都是持續便宜 持續非常的看好 所以在下禮拜 全新的 這是這禮拜的 下禮拜全新的冠軍標股 我在這禮拜日 會發布在我的LINE上面 免費的 這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自己加入去看 給大家去做參考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這就叫做提財股 是不是 你看 在以這禮拜來講 為什麼我說 盤面上清一色 全部都是符合這三大條件 來你看 帶大家看這禮拜的強勢股 我們先從低預估本益比的看 低預估本益比的包含像3008的大立光 這些都是我們預告過的 通通都是提前預告過的 你可以自己去驗證 大立光 有沒有 我就說了 大立光他今年預估賺170到172 不到3000元的股價 他的預估本益比連17倍都不到 一檔鏡頭場龍頭17倍不到 不合理 漲起來 3406預金光 今年也是持續在小漲 都強勢 那我就講 大立光跟預金光 漲上來之後不用特別去追 他們是在吃蘋果的題材 所以只要蘋果的 這個占比夠高 股價的位階也低 預估本益比低 早晚都會漲 真頂 是不是 滑通 是不是 這禮拜大盤這麼震盪 這些通通都上漲 那甚至包含像是 今天強勢的2368的金像店 漲起來了 是不是 就像我講200元以下 你就閉著眼睛賣吧 這麼便宜 今天最高207 首盤收在207 那還有像是其他的 看一下 3105的穩帽 穩帽也是啊 剛剛這些所講的全部都叫做低預估本益比的股票 有沒有 本週強勢股 哪一檔沒有符合 全部都符合 好那再來看題材股 題材股就像我講的嘛 我們再來看 對題材股 金語也漲上來了 還有包含像是 提前代會員佈局的 新科 是吧 3663 面板級的散出型封裝 FOPLP 最新的題材嘛 面板級的散出型封裝 新科往上漲 有沒有 代會員買一天隔天漲停板 那我也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 這個面板級的散出型封裝 它不算是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說這個技術其實對於面板廠 或是說封測廠 因為說這個面板級的散出型技術 它主要的受惠廠商 或是說主要惠這項技術的廠商 它是落在面板跟封裝 所以進行晶圓店這張什麼 就漲這個東西 群創長什麼 長這個東西 但大家要知道 這項技術不是現在才有 是很久以前就有了 至少5到10年了 5到10年就有這項技術 為什麼最近才被拿出來講 因為5到10年前台積電不需要 5到10年前台積電還在幹嘛 台積電還在研發成熟製程 成熟製程 怎麼會需要這個扇型封裝技術 不需要 那是因為說最近台積電 未來台積電即將要打入3奈米跟2奈米 才會需要比較精密的技術 所以我才說其實說 這個面板級的散出型封裝 他算是既有技術 現在被拿出來廣泛運用 所以他營收入帳速度一定會比較快 所以我才馬上去買新科 有沒有 漲上來 好那我也跟大家說 我們在昨天 禮拜四 禮拜四 又有去買進一檔 相關的供應鏈 買完今天又是大漲了8% 不誇張就大漲8% 是哪一檔 我就先不透露了 所以這以上都叫做提財股 是不是 提財股 那再來 防禦性質的股票 藥華藥今天繼續創高 1795的美食 今天 繼續收紅 寶瑞今天繼續創高 是不是 本週強勢股哪一檔沒有符合 所以我就說把握這樣的機會 那不論說你想做提財股 想做防禦股 想做低於股本益比的股票 通通都有 我直接帶你來買 尤其是生技股 7月份就是大家忘記 不要忘記了 2022的生技網址 就是我本人 公開推薦大家三檔 藥華藥美食保銳 哪一檔沒有漲 通通都漲上去 好所以把握機會 想提前布局 屬於第三季的全新標股 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NE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家 我們下集中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